寫上去,第一個是短的,左邊是長的,這是它的特色 現在沒有這個勾,古代有這個勾 點他的習慣寫得很下面,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有好處,這樣就叫重心偏低 稍微一點弧度,歪出來一點 你的筆畫大部分都在偏下面,就重心偏低 那如果你這個點高一點,就重心容易偏高 氣味邊重心還是偏低的 10 這比較放硬,然後撇撇撇撇,一向都非常長 那有時候因為石頭壞掉了,很難判斷是不是真的這麼長 之前的個性,像這種石啊,都瘋得很死啊 瘋得很死 提,提的話也是瘋畫的可以 那原則長我把上面這裡瘋好,中間寫得比較細 那這個長橫一樣保持習慣性的長橫 左邊長,右邊短,那這裡它應該是一個點 那這裡是之前有曾經挑上去的,真是特別 所以有時候有些筆畫,都懷疑它當時是什麼想法在磕的 高興怎麼磕就怎麼磕嗎? 還是它根本不認識那個字 它只是看人家寫上有找一個認識字的,寫一寫 然後找一個不認識字的,那力氣大的,磕一磕 所以有時候磕出來就覺得,到底在磕什麼? 如果它認識那個字,為什麼同樣的字磕了好多次 每次都長得不一樣,還多一筆,少一筆 那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聽說以前磕的是,把很多筆都磕一磕,名字留下來 需要的時候把名字補上去就好 反正內容都一樣 這個磕,這個磕寫的還蠻開的 然後左邊這個筆畫,哇,真的好痛好痛 那這裡完全看不到,看你要怎麼寫隨便 那這裡又是感覺又是瘋的,絲絲的,方方正正的 然後點,這裡是不是連住了,搞什麼 不過一般來講,它這個磕啊,那個第一橫啊,都寫的很短 每次都一樣,有時候根本就快消失了 感覺要寫一個水 磕寫成這樣子,也是個錯字吧 磕 疑,疑寫了好多次 原則很簡單,反正這邊就寫的,封得很緊 然後這邊離得很遠,然後寫的撇非常的長 有時候留一點弧度,有時候連弧度都不給 不一定,然後點,壓下來 金,這個方也大了點 所以就合理性來講,那種筆畫多的佔多的 筆畫少的佔小一點空間 這個在胃背裡面有人不太適用 張本龍裡面經常出現的一個步手很大 然後旁邊筆畫很多喔 他就給他寫的小小的喔 虧待他這樣 這種情況還蠻多的 所以不同時代的字,有不同時代的美感 這種美感就產生一個反差 不同時代的反差 對的在這個時代是對的 在下一個時代竟然錯的 下一個時代錯的 在下一個時代還有對的 上這個撇寫的還蠻直的 撇不是想像中一定是斜的 唐草楷書都是斜的 但在這邊他又不斜 這個撇過去就算了 然後這裡是交錯 寫的很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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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沒什麼太大弧度 然後這勾一般都會往外勾 那這個時代我看過裡面撇是撇得最高的 一般都撇得好低喔 這個點 它敏的話就縮小一點 把字撐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說不要寫太寬 寫太寬那個字就鬆了 這邊是要把字夾緊的地方 夾緊的地方 那唯一可以生長是這裡 因為這邊要破掉那個平正姿勢 上面那個撇寫得很呆 所以必須要生長這樣字才好看